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井冈山的斗争 政权问题 县 区 乡 恶极民众政权 是普遍的组织了 但是名不复实 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 乡 区 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 都是一种群众会选举的 一轰而及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 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 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 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 一紧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 选举完毕 大权揽于委员会 代表会再不谈起 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 只是少级了 所以如此 就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 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 深踪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 一时扫除不净 欲试贪图便利 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 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是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 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 方能普遍的真实的应用于群众组织 我们正在制定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 依中央的拉纲 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 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 现意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 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 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 是指委员会 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利 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 没有代表大会做依靠的执行委员会 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 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 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 对白色势力的未必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 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 遇是由常委处决 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很少开 遇是由主席 秘书 财务或市委队长 也是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 这四个人是经常出会的 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 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 他们挂起红袋子装得很热心 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 把持一件 使贫农委员只做配角 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 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 这种现象虽不普遍 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 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 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 党在那里直接做了 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 这种情形是很多的 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 有些地方有了也用的不完满 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 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 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 使用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任务上用的